Logo 加关注 对不起 自己画猪生 你继续说 加关注哈 吵到你了对不对 没有没有 很好 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背景BGM的感觉 加关注加会员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通过弹幕截屏的 忍不住吗 继续你继续 到底画了什么 怎么会这么开心 为什么不让我先画完之后再放他们的二窗 你继续 大家可以把弹幕刷起来 你可以刷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行 要刷四级电台 四级电台 打四级电台 哈哈哈哈 我真的画的是什么呀 我画的好努力啊 很好啊 很很有这个 血液的感觉 很抽象 周深几乎每天都能为观众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昨晚作为ipsa品牌代言人的周深 以四级播报员的身份 空降品牌方直播间 百灵鸟周深随机调落轻唱 春夏秋冬四季之歌太好听了 直播 春夏秋冬四首歌随口唱太好听了 两句都快唱出来了 是吧 听运生生 听运生生秋也飘落 好听 我们苍老的时候 就回到小时候 运来的 好运唱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好运来 来了喜和爱 是真生生 有种过年的感觉 让我来唱一下吧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唱错词了 云 你不期而云 夏日有晴天 美好都呈现 多幸运 在这个夏季 美好奇运 有你一起 跨越海底 好长啊 好谢谢大家 周深还在现场 为生米画了生日蛋糕 周深说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很开心 他的歌声 能够四季常伴大家左右 好暖 四季电台特别奇幻 大家好 我是周深 面临秋冬更替 温度骤降 出行记得多添衣哦 双降过后 肌肤节律易紊乱 记得做好保湿维稳 安心度过缓季哦 哇 暖到了 暖到了 我感觉 你要不要构思一下 直接就来了 我现在构思肯定画不好 我就画一个 我之前画得很像的吧 哈哈哈 主打的画风 主打的画风是不是 对我觉得画的 画得很像 想要拥有的朋友 请把四季电台 打在我们的屏幕上 然后同样 哦 我画的也是一个 就是像生日蛋 像吧 应该是像生日蛋糕 蛋糕对不对 生日蛋糕 生日蛋糕 然后因为他们也很喜欢 就喜欢叫 就喜欢叫周欣欣嘛 所以画是欣欣 哎呀 然后也希望就是我们 伊普萨可以在四季 一直陪你 四季陪你 然后也希望我的歌声 也能够四季陪你 也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 像过生日一样的 很多人还在呼唤周深 还在呼唤我的名字 还在呼唤我的名字 还喊你宝贝的 保你个头 很热情 不得不说一句 有周深的地方 就是欢乐多 这段时间 纷纷传出有关 2022年第四季度 和2023年筹划制作的 音乐综艺节目的信息 在有关音乐的综艺节目中 很多音宗都会 尼要周深参加 而周深在近些年 屡屡登上 相关音宗的 尼要嘉宾阵营 今年不仅不例外 更是成为 各大综艺的 尼要对象 如果一个音宗 没和周深关联起来 大家甚至觉得奇怪 No.1 直奔到夜球 队长带领月球访客 开展音乐对抗 月球家族常驻嘉宾 有周深 李文 周深在参加完 天赐的声音之后 后面又参加奔跑吧 已然要成为 蓝台的常驻歌手了 想必蓝台 也是看到了 天赐的声音第三季 收拾红利 最终在这档全新的音宗 开局就确定 要请周深来领队 李文与周深 这一老一少的组合 一定会碰撞出 不少的音乐火花 中国动画一百年 每每与共 齐去非同 我们一起来合唱吧 给你一幅时光 远去留下的不素 No.2 闪光的乐队2 你要嘉宾也有周深 令熙 周华健 光丰 许葳 胡彦斌 范小轩等歌手 也可能成为邀请的嘉宾 No.3 合唱也疯狂 邀请16组 国内合唱团中的优秀嘉宾 争夺三成巡回音乐会的六个表演席位 为团队荣耀而战 你要嘉宾有周深 阿云嘎 龚琳娜 娜音等人 也是值得期待 该节目将于2023年第二季度播出 No.4 天赐的声音4 俊熙 由高手通过节目仪式上嘉宾剪影进行破解 已猜测到的嘉宾有杨成林 张碧晨 西里纳一高三人 其他猜测的嘉宾有胡彦斌 周深 当然也有猜测其中一人是张杰 还有刘雨宁 No.5 时光音乐会2 国内首档无禁忌的蔓英宗 第二季你要嘉宾有田振 梁永琪 阿渡 周深 邓紫棋 孙岳 盖 周延等人 第一至第四个音宗都是蓝台的音乐类综艺节目 第五个是湖南卫视的音宗节目 这五个音宗都是两大卫视的重量级节目 周深都是你要嘉宾 不管最后官宣是否真的加盟 这些消息已肯定让大家兴奋不已 期待周深在下一个音宗中的精彩表现 我们要请深深在现场呢 你看有各种各样很美好的词汇 对我希望每个人都拥有这一堆 对祝福 我们要请深深在这么多的词汇当中 选三个对你而言你觉得很重要 或者你很喜欢的词语 很重要 然后给我们讲讲理由 好很重要 这个当然非常重要 Do you want 还有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节奏 对还有哇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其实这个也非常重要 都想要是不是 有很多很重要 那先把这三个选了 我们听听看深深选择的理由 好的好的好的 先第一个选了独一无二 为什么给大家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就是 你要怎么说 很多人会觉得 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环境 我们每个人的性格 或者我们每个人去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其实就会塑造成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人 所以我们也要去学会去挖掘自己身上 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点 是的 对所以你一定要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 而且你要相信自己 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 也是给自己的一个肯定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 非常非常重要 对要相信自己的特殊 那第二个选了节奏 为什么 节奏那可能是跟我的主业有关系 因为我是歌手 对 节奏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节奏 应该算是社会节奏也非常重要 很多人可能都会说 在哪个年龄段 你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 让自己舒适的一个节奏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 就不是有段时间 大家都很很在流行说一顿话 不要等 不要看着别人好像都在已经 起跑了 已经交卷了 所以你要赶紧去交那份卷子 对 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你有你自己的一个节奏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找到独一无二的自己 个性 也要找到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专属的节奏 这样你就可以 这样你才能够无限的挖掘到 属于你的内在潜能 我们四季主播厉不厉害 完全串了起来 内在潜能 你怎么理解它 内在潜能 我怎么理解它 就是很多时候属于可能 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力量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为 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们会 时常习惯性的去小瞧自己 我们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你会觉得 好像我没有办法去怎么 再重新振作起来 或什么之类的 深深的鼓励弹幕可以来夸一波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对于这几个词 或者你想 有论 糖 滑 糖 乖 脑 脑